瑞穗香复原复兴和复民三村的老人会 为瑞穗香第二大社团 为了凝聚会员的情感 同时庆祝久久重阳节 特别办理了重阳节聚餐的活动 并且进行简单的抽牌比大小 拿奖品的趣味活动 老人、长辈们踊跃地参加 气氛热烈 乡长陈敬光 县府南区中心副主任周玉梅等人士 都到场来祝福同乐 一把雨伞 一副扑克牌 南区县镇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带领老人长辈玩抽牌 选边站比大小拿大脚的趣味活动 老人长辈开心参加现场气氛热络 打开 我们输了 来 输了 坐回去 复原三村老人会 庆祝重阳节邀请复原 复兴以及复民三村的会员们 共聚一堂 叙叙旧彼此交流情谊 乡长陈敬光也特别到场 庆贺祝福 同时肯定复原三村老人会 对偏乡社区部落老人长者的照顾与关怀 乡长陈敬光也期盼 虽地处偏远 沟通协助管道都场通无阻 非常和谐的 非常融合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不要分谁 什么族群 有问题就讲 我们有很多的沟通的管道 就是希望大家在这边生活 真的可以安居乐业 会员人数近千人的 不原三村老人会为瑞瑟乡的第二大社团 除了平日提供老人长辈 共聚场所 以及整理资讯交流的平台 每年重阳节也都会办理相关的庆祝活动 这次特别办理区位活动 以及共聚共餐 一起同乐庆祝 记者是玉蓝瑞瑟采访报道